俗哥说电影帮你们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夺命潘托拉 影片一开场 冷淡姐把一个包裹扔到垃圾箱 当小萝莉回到家 发现她妈咪冷淡姐已经上吊自杀了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 小萝莉也已经长成了大眼妹 她站在窗口 看着爹地胡子叔开着车去垃圾箱里捡路 心里非常的不好受 转场之后 大眼妹刚来到学校门口 就看到她爹地正跟同事酱油叔翻垃圾箱 大眼妹说 你不是跟我保证过吗 不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垃圾箱里下学吗 你总是这么干 你让我的同学怎么看 由于大眼妹的家境不好 因此经常受到同学们的嘲笑 让她非常的烦恼 不过大眼妹这小暴脾气也够横了 谁敢跟她臭嘚瑟 她就敢跟谁玩命 胡子叔在翻垃圾箱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音乐盒 这音乐盒古香古色的 看上去像是一个直腔货 由于这大眼妹正在学习汉语 因此胡子叔决定了 把这个音乐盒当作生日礼物送给自己的女儿 大眼妹放学回到家呀 拆开包装一看 发现盒子上写着一些汉字 说拥有音乐盒的人呢 可以许七个愿望 大眼妹一看呢 就知道是骗小孩子的玩意儿 因此也没当回事儿 可就在这个时候啊 她发现跟她打架的龙套妹 竟然把她爹地捡垃圾的照片传到了网上 这下可把她给气坏了 于是她便摸着音乐盒许愿 说我希望龙套妹浑身长水泡 赶快烂掉 第二天大眼妹来到学校 发现她许的愿呢竟然应验 这下可把她激动的是花枝乱颤 不过这音乐盒啊 有个副作用 只要大眼妹完成一个心愿呢 她身边就会有一个倒霉的 两个看 第一个因为这事挂掉的 是大眼妹的宠物狗大金毛 咱说实话 这狗打小就老是八娇 从不惹是圣飞 三观症还没什么坏毛病 真是太不幸了 为了能让自己暗恋的大眼哥爱上她呀 大眼妹再次许愿 说我希望大眼哥能疯狂的爱上我 就像一只哈巴狗 撵都撵不走啊 果不其然 第二天大眼妹刚来到学校 大眼哥就开始冲她暗松秋波 似乎有一肚子的心灵话要说呀 而且这大眼哥为了向大眼妹 表明自己的心意啊 还把自己的献女友给使乱中气 而随着大眼妹愿望的实现呢 她的一位有钱的亲戚王大白 在洗澡的时候领会喝饭了 说实话 这王大白啊 一辈子的清心寡愈 既不找小姐也不泡小蜜 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嗝到屁了 找谁刷里去啊 大眼妹看着自己那个爱好文艺的爹地啊 整天以石破烂为师生计 非常的心疼 于是她再次许愿 把王大白的遗产呢 全给霸占了 第二天的一早 胡子叔说 我刚接到王大白律师的电话 说那个吝啬鬼啊 把遗产全留给了三爷俩 你说这孙子傻不傻啊 很快 大眼妹和胡子叔搬到了王大白的别墅 这胡子叔也把自己的破皮卡 还换成了新宝马 鸟枪换炮 这人要是一抱负啊 就开始咳劲造 大眼妹带着自己的俩闺蜜 酱油妹和大白狸啊 是吃喝玩的一条龙 又是做头又是美容啊 简直有点得以忘形了 这俗话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呢 既然大眼妹实现了愿望 那就必须有人贴在买单 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最后落在了邻居龙套婶的头上 说实话 这龙套婶不仅善良还是个热心 勤劳能干人劳人怨 就这么无缘无故的领了河返 真是太遗憾 为了查出音乐盒里的秘密啊 大眼妹找到了一直暗恋她的同学小眼弟 转场之后 小眼弟带着大眼妹啊 来到了表姐家 表姐拿着音乐盒看了看说 这像是中国的许愿盒 它能满足你七个愿望 但如果你抛弃遗失或者卖掉 你曾达成的愿望将全部失效 而且这上面还说啊 只要音乐一停 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至于什么事呢 我现在也搞不清 不过我有一同学啊 喜欢研究这歪门邪道 回头我可以向她请教请教 从表姐家出来之后啊 大眼妹无意中发现她爹地啊 又在路边讲压机了 大眼妹一看就懵逼了 说咱家住着别墅开着宝马 你还在这吃饭了 你是不是傻 胡子书说 一天不翻垃圾箱 我的心里就发慌了 没办法坐下病了 大眼妹一看气得是心烦意乱的 回到家就开始许愿 说我希望我爹地啊 别再让我心烦了 果不其然 胡子书很快就变成文艺青年了 大白黎说 你爹地可真酷啊 我都有点安耐不住了 随着大眼妹愿望的实现呢 表姐家里突然停了电 而且时间不大无辜的表姐就挂了 转过天 小眼弟来到表姐家一看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小眼弟说 你是不是用那个盒子许过愿了 那盒子上面说 取掉停时血债必还呢 我表姐前两天莫名其妙地挂了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怎么成为爆发户 又是怎么住进那大别墅的 大眼妹说 你这就是羡慕嫉妒恨 由于大眼妹横刀夺爱 给别人造成了伤害啊 因此很不受同学们的代言 大家甚至都不愿跟她一个桌子吃饭了 为了得到同学们的仰慕 大眼妹又开始许愿了 说我希望能成为头号小花 让所有人都围绕在我身边 很快大眼妹的愿望再次实现了 在校园舞会上 她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 收到了所有同学的垂青了 虽然大眼妹的愿望都实现了 但她仍然觉得心怀意乱 因为自打有了这个音乐盒之后 她不仅发现自己经常被人跟踪 而且身边的人呢 还一个个都莫名其妙的领了盒饭 转过天 大眼妹把音乐盒的事 给俩闺蜜说了一遍 大白黎说你应该把这玩意儿给扔掉 大眼妹说一旦扔掉 我所有的愿望都该失效了 大白黎说那些人 如果真的是因为你领了盒饭 那你不就成了大坏蛋了吗 可这大眼妹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啊 最后还是没舍得扔 到了晚上 当大眼妹正跟大眼哥亲嘴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直跟踪自己的 竟然是大眼哥 大眼妹说你这个死变态 我要跟你划清界限一刀两断 大眼哥说狼爱上羊就得爱得疯狂啊 既然大眼妹成为笑花的愿望实现了 那规矩可不能够坏 必须得有人领好办 大眼妹说那盒子我没舍得扔掉了 大白黎一听就吓尿了 说你这么做可不太妙了 接下来呀 胡子书和酱油妹开始比拼看谁的命大了 由于胡子书反应快啊 酱油妹不信挂了 转场之后 小眼弟找到了大眼妹 说在你之前 有好几个人都曾经拥有过这个音乐盒 虽然当时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但最后全都没有好下场 而且盒子上还有很重要的一句话 那就是七个愿望实现之后啊 你的灵魂就要被妖怪给带走了 大眼妹一听可吓坏 说我可不想把灵魂叫个妖怪 随后这两人用火烧用铁锤敲啊 最后也没能把音乐盒怎么着了 转过天 大眼妹突然发现音乐盒不见了 而与此同时呢 两名警察在他家出现了 原来由于王大白十年没有交税啊 因此政府要收回别墅 他父女俩啊 还得搬回过去的破房子路 大眼妹刚来到学校门口啊 发现他爹地又开始重操就业事破二 被打回原形之后啊 巨大的落差 让大眼妹实在是无法接受 而就在这个时候啊 他发现音乐盒啊 居然是被大白狸给偷走了 大眼妹夺回音乐盒回到家呀 许愿说我希望我妈咪从来没有自杀 大眼妹这边刚许完愿呢 他妈咪冷淡点就出现了 但大眼妹很快通过他妈咪的油画了解到 原来这个音乐盒啊 当初就是他妈咪声调的 而就在这个时候 音乐盒突然响起了乐曲声 与此同时 他爹地胡子叔的气氛呢 也正式杀了清了 大眼妹一看是彻底崩溃了 急忙许下了最后一个愿望 说我希望回到 捡到你之前的那天早上 随着镜头的一转 大眼妹如愿以偿地回到了过去 并在他爹地之前呢 拿到了那个音乐盒 随后大眼妹找到了小小弟 说我知道你早就想跟我闷那蜜了 只要你帮我把这玩意处理掉了 我就答应做你的女票 妖怪一看大眼妹想坏自己的规矩 那能干吗 直接就让大眼妹领了和坏了 影片的最后放出了一枚彩蛋 本来这小小弟打算把音乐盒给埋掉 但他一看上面写着 能让自己许七个月 于是便起了贪念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找唐诗压经嘛 做人切莫太贪婪 不然迟早让你还 天上不会掉馅饼 蜘蛛长乐最安全